枪枪三人行 哎呦 我这是刚从加拿大时差都没倒过来 是吧 辛苦辛苦 没错 险些昏倒啊 这个听见离婚险些昏倒 是因为这事啊 我最近都不在啊 你们俩都是圈内人士 这个离婚 离婚 赶快 八卦 爆料 不 这还用爆吗 这我觉得所有的新闻媒体都爆了 都是头版 头条 对啊 网上这消息简直到 马爷你可是认识人的人 是吧 对对对 马爷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吗 没什么不一样的 我看得让我震惊的 就是那记者的阵容超乎强大 没错 太多了 那怎么去那么多人 他们有那么多八卦记者吗 没有 最重要的是 我看见的那个相片 就是王妃坐在车里头的那张相片 我第一反应是 这怎么拍到的 就特别清晰的一张照片 而且是大头照 然后眼神什么的都清清楚楚 然后后来听说是被截停的 我当时心想 这怎么了 这有点过 这有点过 是追出去 是吧 我当时心想 这是属于什么 感觉好像什么 车站的一种什么照片 对对对 就那种电影式的搞的 是那个FBI的这个准则 是吧 是他的行动准则 就是逼挺你 不是 你还在这主持正义呢 我看人家新闻说了 说这个什么艺人礼爱 在什么个人空间里说 说哎呀 我的个人空间里 现在都是什么自由重组 什么都满了 是不是你啊 不是 我是说朋友圈里 就是咱们自己的那个朋友圈里 不是一说完这个 大家都说 哎呦 那现在好像故事的主角们都单身了 是吧 大家可以想想 就是这些 原来我们经常说 这个结婚的 各位有主的这些主角们 现在好像全都单身了 大家就开始想说 哎呦 就是明华再度无主 是这意思吗 这故事又重新开始了 这感觉啊 就朋友圈里头 不是说 在公共的场合里头 对 朋友圈里自己聊聊天啊 对 都没把你们私底下聊天的内容 说出来啊 对 他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 就是名人的这个 现在这个离婚 好像比结婚更 更引社会这个注重 是吧 当然 是 我就觉得这阵势有点太大了 就说什么 反正那个词说的都是什么 就你应该 你要是个什么什么 我什么是个传奇什么的 我确实觉得这事挺传奇的 没错 这个 而且我有一个感觉啊 这个新闻呢 非常逗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 就说 它是个大新闻 可是它又是个空洞的大新闻 它是个什么都没有的话题 你发现没有 就是你占了这么多的版面 占了礼爱全部的个人空间 是吗 可是实际 要不我说这飞姐唱这心经呢 什么叫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你说这个事情 我看了一天一夜 一天半夜啊 你看出什么了 最就是俩微博 什么都没有 对 是吧 剩下都是猜 对 没有一个证实 但是好多人都开始感叹 说你还相信爱情吗 什么的 又不相信爱情啦 跟爱情啊 婚姻啦 什么制度啦 你们全都引起了讨论 爱情走到最后的时候 它未必是爱情 但是婚姻也应该往前走 这是我原来一个感受 我原来想是 就是大家都不看好 比如当年李亚鹏跟王菲 这事 社会上不看好的人 还是居多的 但我还是认为 有些不看好的事情 可能能走到最后 这是我的当时的想法 我觉得 我感觉他们可能能走到最后 因为都是经历过事的人 结果 结果俩人家 小九十了 快一百了 那一百七又拆了 这事有点 有点 最寸的就是我了 我在这个事之前 参加一个 就是讨论情感类的节目 然后说起姐弟恋 还提起他们俩 说他们俩相差两岁 就女的比男的大两岁 然后我当时还发表感叹 说我说 你看人家这姐弟恋 不是挺稳固的吗 然后呢 结果就在这事发生了 第二天 这节目播了 这节目播了 而且那个时候 还没来得及 把这段给剪了 成心的 然后 然后我就被很多网友 at了 说你看李爱 你看这 不应景啊 什么的 乌鸦嘴啊 我就 我 这冤死了 我就要躺着夜中枪了 这属于 你对人家的情感 很难有准确的一个判断 就是你看到的公众情感 不是真实的情感 这就是我这次一个特别大的感受 因为我觉得他们还是给我的感觉是很真实的 因为我是一个过来人 岁数比较大 看事相对都比较冷静 也不会追星 也不会钻进去 没错 是吧 我前一段时间好像在哪个场合下 还碰见李爱 还跟他聊几句 对 就是给我感觉 就是给我的感觉 那理论上讲是给公众的感觉 他不是给我私下感觉 是吧 我觉得这种事情呢 在今天的这样分杂的一个社会中 给我们的感觉还是比较安定的 主要源于他的除了情感的一个表达 还在于一些公众的 比如公益的表达 就是他那个基金会嘛 每年要做事嘛 对 燕然 燕然基金会每年做事啊 募捐什么事情都做得不错 但是没想到就突然 对我来说是突然 是吧 或者说对公众都是非常突然的 就突然就有这么一个消息 但唯一我觉得还比较 就是比较让社会舒服的是 大家是和平的 就没有剑马弩张 这是最恶心的 那我问问你们这价值观 离婚是坏事 对吗 不一定 不一定 那么为什么就说 一个两个跟你完全不认识的人 咱就说普通人来说 跟你十万八千里的人 他们的离婚会让所有的人恶然 那么这个你在你的潜意识里 你觉得这事 是什么事呢 就比如说 还是不好的事 我其实我现在就比较冷静地看待这种事 就是不管是谁 街与离都没有什么好与不好 就是合适在一起 不合适就分开 今天的社会是大部分人 是不适应家庭的 就是这个家庭结构是大部分人不适应的 不管跟你人个人的品行修养 跟你对这个社会的看法什么 东关 就是说他这个结构不好 为什么结构不好呢 过去的结构是 因为他只有一个老婆 他过去的这个家庭呢 很大程度上是倾斜之事 倾斜是一种平衡 平衡其实是一种不平衡 你明白吧 就是这个世界上 世界上就是越倾斜的事 越不容易出事 你比如一家独大的时候 比如美国一家独大 这就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如果两家平衡了 对不起就打几个世界大战了 就是能够打起来 都是因为觉得我能战胜对方 对不对 这家庭也是这样 过去的那种 你看着这老爷就是老爷 是吧 太太差不多成丫鬟了 这家庭倒走到头了 他倒什么事都没有相安无事 现在这种特 就是比较平衡的这种 就每个人都是比较强势的 是吧 这说到问题上了 就是说你们女的 你们 你不是自称女汉子吗 是吧 你们女汉子 特别瞧不上的这种 比如说咱们就说 中国过去旧传统 夫唱妇随 这个就是根德夫人 或者等等 这种组合经常呢 它确实超稳定 我也没有瞧不上 它常常很稳定 我也没有瞧不上 因为我是觉得 有些组合这样才是好的 我记得当年你们的诗人 不是有个叫女诗人 叫舒婷吗 就是写那很著名 那时候我们那年代 都说我们男女俩人 就像两棵大树 我们的都挺直都挺高 然后在空中 我们的只打着只 我们互相搭手 那种往往还真的就蛇了 最后 我必须要说 我并不是瞧不上 但是我是觉得不能够 就是男女之间的这个关系 只有一种选择 旧社会是只有一种选择 就必须男的大女的小 然后女的在家里 必须 这是必须的 但是现在 为什么我们觉得文明了 叫过去的时候 对 过去 叫做旧时候 过去 过去 说了他这是情有独钟 但是现在呢 就是我们有多种选择 我们有可以这样 可以那样 这就是文明 就有的选择了 这世界就变得更多文明了 对 是 多元化 就是另一种 是不是也较稳定 就是说女人很强势 但是呢 就是说男的呢 非常的这个浮佐 如果按照马爷的这种理论来说 他也是另外一种稳定 对 是 是 有很多 我认识好多人 愿意回去做家庭 这个这个 复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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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说 老婆干什么都可以 只要你呢 给我的钱够数 比如够数 并不是要求很多 我认为 我认识的那个男的 有的时候就够烟钱 够一个月出去 请人家吃顿饭钱 有什么 就很少的一点要求 他就愿意天天在家待着 他不愿意到社会中去竞争 因为竞争是个很痛苦的事 今天你到一个单位去了 干什么 就是吧 你要能力弱的时候 你经常处于劣势 他还不如回家呢 那有很多喜欢这样的人 在这个里边 还有一个特例 这就是李爱要回答了 就是广告之后 我再问你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陈景与山水之间 相守三千年 温泉文化 西安临统 国家旅游休闲 度假区 我说什么特例呢 就是你们要是俩艺人 俩明星 这玩意儿是不是天生不稳定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因为我没找过艺人 想找 这跟想不想没关系 有的时候 找不找的找有关系 但是说实话 你肯定就是引起关注的 就是你双方都是艺人的情况下 肯定是 就是你在找到对方 你要跟对方谈恋爱之前 你恐怕就得想清楚这件事 你肯定就会有狗仔把 把相机堆到你面前 特别是如果是对方 还是什么天后天王级别的 这样的人物的话 他是一定就会是这样的 那这种报道 有些时候 他不见得真的是善意的 比如说 特别是香港 我经常去翻香港的八卦杂志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比如说人家可能夫妻感情还挺好的 他会就拍到 比如说老公刚好在老婆不在的情况下 在外面可能 就是跟朋友吃顿饭 但可能比如说 其内是好几个人的 但刚好其中 那个同性的就去了 其实有些剩下一意义性 对到对面 人家报道就能写成说 趁老婆不在 跟什么年轻貌美意义性 单独约饭 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 那你其实多少 就是有点挑事了 就是在夫妻之间 这个就是一种挑事 然后你回去 老婆一看这报道 对吧 就会打电话 那你就要看夫妻之间 这个沟通 是否良好 互相之间是否信任 这种事 沟通你一辈子 都不可能良好 这怎么良好 所以你非得说 当时你唯一的错误 就是没跟着那人 一块上厕所 对不对 说不清楚 所以你说 刚才说两个艺人的结合 会不会就是说 更加不稳定 那你背不住 有这样挑事的 对吧 背不住有这样 我觉得不光是挑事 就是他有时候 有工作的特性 你比如说 演艺界也分很多种 你比如直接演戏的 今天情感戏 是很多的是吧 情感戏 你得演真了吧 对 是不是 因为我碰到过一个 我一个朋友 当年就有机会 娶个明星 后来放弃了 就说 他说我实在 说我要娶的 是不是不能看电视了 说我这一打开电视 说我这老婆跟人在一 被窝里 怎么让我瞧着 说这心里过不去 这早就想开了吧 不不不 他说 说可能说开了 你真看个电视 说他就在这里头 待着呢 那这有可能是 你肯定不行 你心里不会很舒服 两个演员 你要舒服就不对了 比如说如果两个演员结合 可能这事就好办了 也不也不办 大家专业嘛 这属于专业部分的东西 可能就应该没有什么答赏 你真是一好人 你知道世界上的事 都是在专业的谎子之下做的 对不对 都是细假情真吗 不是 他就是说 你有专业了 你就拿专业说事 谁都会拿专业说事 因为我们怎么能 电视专业和非专业 就是说戏里戏外的事 你在哪个点就结合的那么好 不可能 因为不是每个人的 因为每个人的道德水准 是在同等压力下 形成同等道德水准 你得压力改变了 你这两人进一杯 我得拍戏了 这时候这个不是像你想象的 你能看见的是 是镜头里的 镜头外的呢 你也拍过戏啊 对 但我没拍过这种 对 你看他开始 他开始就马上就 就宅着 不是这块料是吗 我还真是 我还挺想拍一下 但是还真是没有这样的戏 因为我可能个子在这摆着 男主角不太熬掌 没错 梁朝伟亲不着你 但说实话 就是说 我认识的很多演员 但人家拍戏 就是 就是 有技巧和方式的 就是可能比较 不是这专业的 他才真的需要调动自己 完全真实的情感 来演这个情感戏 但如果说真的是 比较专业 或比较会演的 他可能会用很多技巧 部分的东西 让观众觉得第一很真 但是他实际上又不会 你真的要调动 舍稳的技巧吗 那 这稳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但就是说 感情的这个投入上 因为你真的要调动 自己的情感的话 其实就很累的事 你一年能拍一部两部 完全调动自己情感戏 就不错了 我上次在哪 我看见这个 陈凯歌就说 说这个高圆圆 是不是跟这个 一个姓赵的好了 好像也是姐弟恋 这个不是我瞎说 我可能是叫赵又婷 对吧 对对对 我肯定 也可能是另一个 台湾帅哥 反正就说 他们在一块拍戏 反正就好了 陈凯歌说 那就是很美好 就是等于周围拍的人 全看着这俩 拍的还正是情感戏 演的那叫一个 人戏不分的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你感觉到了 做演员的幸福 但人家是刚好女的单身 男的也单身 这个就恰恰说明这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双方都是单身 你又感染情感戏 又萌发了情感 最后这个假戏成真 是吧 这是一好事 问题是你给其他示范的人 可就不好了 那别人敢说 那比如我要娶个老婆 是演员 我就说 你会不会像他这样 那就是问题了 不能这么对比 那比如说有些还上下级 两人就好了 因为天天在一起 但你不能总想的时候 人家上下级好了 那我们这上下级也很好 人家的上下级 没有摄像机盯着 你不是一个公众人物 今天公众人物 确实要付出了给 付出了比常人的艰辛 说不出来的 有很多事说不出来 你知道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我知道很多 这个明星家庭 就说 比如说是男明星的太太 我见过 那真是就说 就是这个太太 就可以变得 怎么说呢 要不说你们又该瞧不上了 是吧 这个太太就变得 可以没有自我 我不能说 她完全没有自我 我们比如说 从表面上看 因为要当明星 就要爱臭美 爱漂亮 爱买衣服 那真的是 夫妻俩这一进这店 完全是太太帮着老公看 太太也是女的 自己都 太太都是女 倒是差 太太就看着她 完全太太帮老公挑衣服 老公一进去之后 你知道吗 就是你会看到这种 你如果我就想 如果俩都是特别在意 个人形象的明星 你想她每天早上起来出门 这俩人 这穷打扮 不相帮忙 这多有意思的一件事 我帮你挑 你帮我挑 你比如说像我现在 就好像大家看我 我也肯定是爱打扮的 但我也爱帮别人打扮 对吧 我身边的女朋友 男朋友们 如果他们需要我帮忙 我也愿意帮她挑 你试试看这个 我也喜欢坐到外面 等人家穿好了出来 给我看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乐趣 也许人家夫妻之间相处的 这个部分 人家觉得挺高兴 挺有意思的 对吧 两个男女明星在一起的时候 我帮你打扮 你帮我打扮 互相看着好处 你看就说了半天 我就说这是个最空洞的新闻 关于离婚 你们告诉了我什么 但是我的朋友圈里头 有人发起了一个讨论 关于婚姻的讨论 我觉得有点点意思 他说 因为我 如果说咱们把婚姻制度 就他不像签合同似的吗 大家你签个名 我签个名 这事就成了吗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合同 归为五年 就咱们不是一个长期合同了 本来咱们这是长期合同 如果我们就定死为五年 五年之后 你还得搞不好 搞不好我就不给你好了 这就我们这只保证在五年 会不会大家想法会有点不一样 那有人就说了 如果真的是五年 那搞不好 我就不想离婚了 反正就五年嘛 对不对 咱们真好好珍惜的 咱们别吵别闹 五年咱们就完事了 如果不满意的话 如果满意的话 就得好好想的说 许愿 对对对 一下子好像变得 大家的态度就变得不一样了 时光匆匆飞逝 永不停息 在你美丽的顶点 让我们帮你留下一个印记 这一刻 回归清澈自然 让时光封存你的美丽 留住惊艳一刻 广州长龙旅游度假区特约制 2013中华小姐环球大赛 到广州游长龙 鸡爽在长龙 幸福在长龙 奇幻在长龙 欢乐在长龙 度假在长龙 游世界主题乐园就来长龙 广州长龙欢迎您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雅居乐海南清水湾 我家自从换了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省电安全舒适 同时洗澡 洗碗 洗菜 热水都不断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你用了也会说好 咱要说这个婚姻的经验 咱里边还是马先生最丰富 离婚的经验没有 婚姻的经验 他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婚姻这种人际关系 人有很多人际关系 是人类最复杂的一种关系 他为什么复杂 他从道理上能说清楚 你比如人和人之间的 第一个重要的关系叫血缘 是吧 他是流着鲜血 有血缘 你DNA可以测出来 但是这两个人 就男女之间是一个 丝毫血缘没有的关系 然后一旦他成为婚姻关系的时候 他变成第一社会关系 什么叫第一社会关系呢 就是你的所有的问题 都跟这事有关 还跟那血缘没关 血缘倒变成第二顺序了 你变成第一顺序了 那么这第一顺序呢 前提呢 我们老说 因为你有婚姻是有性关系 但是单纯的性关系 又没有这个婚姻关系 对不对 你说你这两人就有性关系 那没有其他关系 那也无所谓 完了就完了 对 是吧 那么在这么复杂的一个社会关系中 就是两个没有血缘的人 是因为性 这是你不可以回避的事 结成婚姻关系以后 你变成了第一社会关系 这里牵扯了所有的法律问题 所以他就变得非常让社会就是关注 因为你离婚以后 马上你看他有一个声明 马上就说 我没有财产问题 对不对 所有人都说你有财产问题 对 那所有人说 那他们当事人说没有 那是最好的 你如果当事人说还有财产问题 那就旷日 那你这新闻就不是这两天了 就没完没了了 还有孩子马上也就说清楚了 说孩子跟谁 像之前比如说有一人离婚 孩子的问题也够一梦的 也打一架 跨国嘛 跨国去抢孩子嘛 对不对 是台湾的是哪 台湾的好像是 是吧 这些都是由于你社会的 就是确立的这样一个 一个就文明社会 确立的这样一个 复杂的人际关系导致的 那么你现在的名人结婚 如果说变成一个 彻头彻尾的一个八卦 那么后续的八卦 那肯定是跟你的财产 婚姻 还有一些说不清楚 你比如有些过去两个人 一下创下来的无形资产 怎么去分割 都说不清楚 然后还有为什么离婚的理由 是不是因为感情的出轨 第三者 就各种猜测就来了 但是你看他们俩的这个做法 就让人觉得就是 就像马爷说的是舒舒服服的 就没有 最起码现在看起来 最起码现在看起来是舒舒服服的 不会说像之前我们看到的那些 所以也会让您觉得这是一个很空洞的新闻 因为原来有一些艺人一离婚完了以后 其他的知之节节 比如财产的好 孩子的也好 甚至房子都是伤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第三者 什么第四者 什么全都出来了 那他当然他就不是一个空洞的新闻 他是一个有连续性的新闻了 但是咱们这回这个看到的是一个 干净舒服的 最起码现在看起来是干净舒服的一个分开 两个人好像还像朋友跟最好像亲人一样的 一种一种方式发的微博 说我还好 希望你也还好 类似于这样子的这种分手的这种所谓宣言吧 你就会觉得这两个人分手分得特别的平和和舒服 当然你说心里肯定也还是会有难过 但最起码看那照片是 但是最起码就是两个人的感觉 不是因为什么财产 不是因为孩子 不是恶 恶性的这种分手事件 他讲的又是吗 最好的说法 最好的说法就是说 我听到过一个明星说 就是说你不知道 跟你一个人结婚有德性 隔了眉多角度在电视上 同样说你不知道跟这个人 离婚有更幸福的感觉 就是这是一个大感觉 我还是相信公主和王子幸福 生活在一起 然后他们又幸福地分开了这种故事 对我发现好像大部分女人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文明启示录